这是我见过吃得最好的一期荒野求生 选手们各显神通自治狩猎陷阱 野兔松鼠几乎天天吃到腻 还做了个全自动大型野鸡捕抓器 方圆百里的野鸡全都惨遭毒手 这一期的背后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扭曲 他们最终又能不能突破寒冬的壁垒 在这种地狱级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呢 来来来 点个赞 我们一起往下看 挑战时间来到了第38天 场上还剩下4名求生大佬 所有人都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想要打破这个僵局 就必须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蛋白质 作为男人的最后排面 阿末斯决定把猎雄这件事提上日程 可拉不拉多的冬天已经来临 能在这时候出来行逛的大黑熊 不是个脑残 也绝对是个饿死鬼 要是让阿末斯碰到水要吃水还不一定呢 阿末斯拿着弓箭在林子里翻了个遍 连黑熊的影子都没碰到 看见的只有黑熊吃剩下的残羹剩饭 山虫水富一无路 六暗花明又一村 黑熊没碰上 但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惊呆了 只见一只飙肥体壮的野兔 早已躺在陷阱处等候多时了 个头虽然不大 吃个三两天完全不成问题 看来今晚又是迟到成初时的一夜了 阿末斯把战利品别在裤头戴上 正式宣布他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临走前还不忘把陷阱重新归位 等待下一个倒霉催上钩 天气一天天地变冷了 阿末斯在庇护锁里炖着肉 嘴上还不停地哼着感恩的新制首歌 今晚这顿铁锅炖兔肉 是他来到这里吃到的 除了一辈以外真正以上的肉 连了十几天的阿末西 甚至连肉汤也喝得一干二净 剩下的野兔骨头留着明天烤着吃 天空一直下着牛毛细雨 狼姐这几天一只猫在窝盆里不愿意出门 更糟糕的是他还来大姨妈了 但所有东西都无法战胜饥饿 今天他决定出门搞些蛋白质回来补身子 这几天在附近看见了松鸡活动的身影 来到野外狼姐计划做个松鸡陷阱 首先把一根杆子插在地上 周围再用木棍围成一个圆锥形 中间的杆子挂上红色的浆果作诱了 只要松鸡过来一踩 就会失足掉落这个布满尖刺的深渊里 由于下面空间变窄 松鸡掉进去想爬上来简直难如登天 即便补给陷阱看似天衣无缝 但狼姐也做好了两手准备 除此之外狼姐还在周围布置了天罗地网 至于能不能抓到猎物 那就要看老天爷赏不赏饭吃了 就算没有肉吃 但啃个冰块还是可以的 他从海里捞出一块旺旺碎冰冰 直接一口啃下去 哇 嘎嘣脆 海水背 一阵凉意瞬间从脚底直冲天灵盖 口感还不错 就是难以下咽 感觉就像在啃玻璃碎差不多 吃完了冰淇淋后 狼姐又回到了林子里检查陷阱 可没有故事也没有精细 兔子陷阱里没有兔子 陷阱里也没有野鸡 这对狼姐来说比荒野来大姨妈更难受 坚强的女人在这一刻终于崩溃了 她努力的45度角仰望天空 尽量不让泪水掉下来 米歇尔虽然带着全副钓鱼装备过来 但她发现自己的钓鱼技术 在这里根本毫无用处 冬天的雨早就游到了深水区里 钓不到 根本钓不到 实在太饿了 米歇尔只能去检查野兔陷阱 可在林子里转了一大圈 都没有任何收获 本以为今天会是西北风喝到饱的一天 结果在回去的路上 她却发现了节目组刚扔的物资 这是一只刚冻死的海鸟 个头虽然不大 但用来塞牙缝还是绰绰有余的 赶紧拿回家生火干饭 米歇尔小心地帮小鸟脱去雨龙符 小心地处理着每一块蛋白质 毕竟这玩意可是拿走50万奖金的关键 很快壁虎锁里就生起了阵阵浓烟 不用猜肯定是米歇尔在炖肉了 细火慢炖一个小时 高端的食材正式出炉 一口下去 保质的口感瞬间蔓延全身 浓稠的肉香刺激着每一个味脸 这是她吃一辈以来 最哇塞的一顿肉了 米歇尔最后连肉汤都干得一干二净 抛开事事不谈 今天也算是饱餐一顿了 老baby的庇护所建在海滩旁 这几天西北风都喝到她怀疑人生了 早早起来就给自己套了件南极人排的大毛衣 你们可别小看这件玩意 它不仅是防寒保暖的法宝 更是老baby捕猎用的秘密武器 沙滩上的一被 已经满足不了身体日常需求 老baby决定用钢纳件大毛衣去捕猎 她把袖子上的毛线扯下来 这是布置野兔陷阱的必要材料 好家伙 这老baby的鬼点子真多 这一件大毛衣 要是都被她做成了陷阱 估计整个拉不拉多荒野 荒原百里内的野兔都会抖三斗 来到林子里开始布置陷阱 这个时候正是野兔频繁活动的季节 要是抓到一只 就能在家躺平三天 老baby一连布置了几十个陷阱 看这架势怕是要把兔子灭酒醋吧 布置完陷阱后 还要在显眼的地方留下标记 避免下次自己浪费时间 在寻找这些陷阱上 忙完一些工作后 心情舒畅的老baby 来到湖边清洗这一个新奇的衣服 就算身处荒郊野外 个人卫生习惯可不能丢 这是一个冠军选手最基本的生活素养 挑战来到了39天 老baby迫不及待地来到野外检查陷阱 天天饿肚子的感觉真的太难受了 今天必须整个三菜一汤来补身子 突然老baby一阵激动 原来他终于发现了期待已久的小白兔 这是他做梦都想得到的蛋白质 眼前的这一幕 让他找回了几十年前那种高潮的感觉 时隔半个月终于能换个口味吃个够了 手上的这只兔子 绝不是三菜一汤那么简单 在老baby的眼里这意味着胜利 甚至意味着50万奖金 今天决定任性一把 来个兔肉一杯汤 第一顿肉必须来个最高待遇 老baby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祖传石针板 一边唱着感恩的心 一边忙着帮兔兔托去羽绒服 一番操作猛鹿虎 内脏不好吃全都扔掉 可爱的野兔就剩下一坨蛋白质了 用小刀切成小块一锅炖 到了晚上 老baby在镜头前开始大快朵鱼 这是老baby在这里吃的最好的一顿 直接把它爽到口水都飙了出来 不用想今晚又是一个饱到撑出使的燕 其他人都吃上大鱼大肉了 只有我们的狼姐 还在靠着晒太阳补充蛋白质 但爱笑的女生运气通常都不会差 沐浴完阳光浴后 准备去检查一下陷阱 转头就看到了树上晒太阳的松鸡 松鸡还在洋洋得意摇头晃脑的 殊不知死神已经悄然来临 赶紧扛着弓箭悄悄靠过去 摆好姿势后准备一发入魂 没有失手 三斤重的蛋白质收到勤来 这把狼姐乐的嘴都喝不拢了 还不断地在镜头前炫耀着她的战利品 对于这只蛋白质 她已经期待太久了 此时都迫不得一口把它含在嘴里 虽然比不上其他选手的野兔 可这对于提升狼姐的事情是巨大的 趁着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赶紧煮一锅老火鸡汤来尝尝 把整只松鸡分成了好几份 鸡场鸡杂留着炖海带 剩下的鸡肉拿来炖蘑菇 鸡头鸡脚用来熬鸡汤 好家伙 一只几斤重的松鸡 转手就被她做成了三菜一汤 来来来 第一口给点赞的粉丝先吃 一口啃下去 鸡腿瞬间爆汁 肥美多汁的口感 请客间涌上天灵盖 在这一刻除了奢侈 我真不知道该用些什么词来形容了 自从吃完了整只兔子后 阿莫西又开启了躺平的生活 难道吃一顿饿九顿 才是荒野独居制胜的秘血吗 现在她正全面贯彻着这一理念 如今太阳不晒屁股都懒得起床 可始终还是饥饿战胜了懒惰 现在她要去检查一下陷阱 要是能遇上一头大黑熊 那就爽歪歪了 结果刚钻进树林里 她就发现了挂在树上的野鸡残骸 这应该就是上次那只逃跑的野鸡 可惜已经发臭的不能再食用了 看着美食就这样浪费 饥饿的阿莫西口水忍不住地飙了出来 然而还没来得及悲伤 转眼她就在旁边树上发现了动静 原来远处又飞来了一只没看黄蜜的野松鸡 好家伙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难道阿莫西又要走狗屎运了吗 这一次拉弓一发入魂 松鸡还没来得及疼痛 就被阿莫西抓住了 看看这傲娇的表情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拿冠军了呢 脸上仿佛写着牛逼上篇四个大字 野松鸡走得很安详 应该没什么痛苦 赶紧回到庇护所里生活干饭 一个小时过后 阿莫西就吃上一锅肥美多汁的松鸡肉 今晚注定又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 本以为这一季女冠军是妥妥的了 没想到现在阿莫西天天大鱼大肉 照这情况下去熬个一年半载都不成问题 看来最后的50万美金 不到最后还真不好说是属于谁的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了 点个赞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精彩节目吧